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做的就是蜂茶糊角 我們有芋頭500克 燉麵 白糖 鹽 雞粉 清水 芋頭猛火蒸了30分鐘時間 我們蒸好芋頭之後放在機器上打 打勻後放入各種味料 我們的視頻下方有一個詳細的配方 這個胡角餡稍後我們下期節目會介紹給大家 用200克的清水將它燒滾 就燙200克的燉麵粉 將它燙熟 攪拌均勻 剩餘100克的乾燉麵 我們就先放置備用 如果那個麵團削的話 就加入適當的乾燉麵 我們將滾水燙熟的獨凍麵 趁熱加在芋蓉裡面 將它攪拌均勻 我們的芋頭蓉和熟凍麵 攪拌均勻之後 放齊各種味料 放鹽 雞粉 白糖 胡椒粉 胡椒粉 適量的 放少量的麻油 將它攪拌均勻 放適量的乾燉麵粉 如果芋頭融削 就稍微放多一點 這樣就放豬油 芋頭融起絲 主要關鍵就是油的份量 我們先將油放八成之後 就最好用一個油溫控制 看看它的起絲程度如何 然後再加減 我們的芋角皮 芋頭融起絲 就已經打好了 我們就放入冰箱 大約冷的三十分鐘時間左右 這個時間 我們的芋角 就冷了三十分鐘時間 將它冷硬一點 開始放在案板 出梯 造型 將它稍微拆一拆 把它拆開 我們把它拆開 我們把它拆開 芋角皮的體重 大約是三十八克左右 芋角坑大約是十三克左右 我們先將芋角皮搓圓壓扁 用手把它拆開一個鍋 這樣 中間的手指 就應該比下面低一點 這樣包餡就包得多 和容易造型 我們的芋角皮搓圓壓扁 我們的芋角已經做起了 我們就 提早十分鐘 將油鍋燒熱 我們的油溫 就應該在一百七十度左右 我們就拿送筷子 試一試它 如果筷子那裡 有少少的 撲起上來 這個油溫就 適合炸芋角的了 湖角皮 最好在包湖角之前 先將它少量 放在合式的油溫 先將它炸一炸 出來的效果好 然後再包湖角 這樣就相對比較理想 炸湖角 我們拿一個梳的罩 這樣這個湖角 就慢慢放下去 就不要一下子放下去 這樣它的湖角 氣絲 它就更加理想 湖角最好用到 180度左右的油溫 炸的時間大約是三到四分鐘 將近得的時間 輕輕油溫調高一點 現在時間沒那麼吸引 我們炸芋角 最好用一些新的油來炸 炸至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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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營小燈 炸至金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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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育捧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效果就是风巢撞,色泽金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家不妨做车品尝。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点赞,打开小铃铛。 多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见,拜拜!